今天作为十四五十七102个重点工程之一的华南地区首个抽水蓄能电站 南方电网南宁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全面开工 这个广西首个抽水蓄能电站将显著提高华南地区广西电网的调节能力 有利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新开工的南宁抽水蓄能电站 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 总投资约80亿元 计划于2025年投产发电 抽水蓄能电站具有上下两个水库 在夜间用电低谷时 用电将山下水库的水抽到山上 在白天用电高峰时放水发电 就相当于把电存起来了 随时可以调用 帮助电网顶峰发电 能够帮助风电光伏发电等不稳定新能源 大规模高比例接入电网 被称为电网的蓄电池 稳压器和调节器 南宁抽水蓄能电站投赏后 连发电量能达到11千瓦时 将为广西氢电能源削辣提供有力支撑 预计每年可节约系统标美约28.5万吨 相应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76.6万吨 减排效果相当于近6.25万亩森林的进化效果 据介绍 十四五期间 南方电网将在广西南宁以及柳州路寨 桂林冠阳桂港 玉林浮棉等地 开工建设总装机容量为600万千瓦的 五个抽水蓄能电站 相当于增加三个城市的供电能力 约占广西用电总容量的五分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玉林浮棉